不管是質詢雙城觀光巴士的進度 雙城觀光巴士 基隆適合嗎 有沒有去考量過基隆市整體交通狀況 城市觀銷處真的在幫助城市觀銷嗎 真的有在促進我們基隆市的觀光行銷嗎 你知道現在基隆的店家 現在每一家店都在跟我們講 目前每一家店的來客率 都比去年低了兩三成 我們的幕僚長市政府 我們謝市長很重要的幕僚長 是我們的秘書長 秘書長你重不重要 我相信很多議員不太會質詢 但是我今天要質詢你 你知道你有多麼多麼重要嗎 你是幕僚長 你是市政府我們市長很重要 最最重要的一個幕僚長 你的各單位的執行能力不好 你為什麼沒有去監督呢 這不是市民之府耶 還是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的勞務採購和代言的問題 政策推廣大使這132萬的預算 其實也真的看不出來是用哪一筆預算動機的 預算動機總可以拿出來跟民眾跟議員報告吧 我們2024基隆政策推廣大使計劃勞務採購案的契約內容 完全沒有提供耶 可不可以提供 什麼時候提供 待會請處長能回答 政策大使是憑 其全國性媒體的政治協調經驗 以類似外部顧問的形式 在外部各種宣傳媒體上面 推廣本事的重要政策 現階段以兒少及家庭領域為主 請問愛宇阿滾演唱會 跟家庭領域有什麼關係 跟兒少有什麼關係 另外政策推廣大使能使原本不被 基隆不被全國關注的重大施政 讓國內外看見 好 國內就算了 國外他現在的楊寶貞 他有什麼能力讓國外看見 基隆市議員炮聲連連 市政府官僑處長郭憲平 也用心打詢相關問題 預計引進一台雙層觀光巴士 目前也正在進行當中 那採購的金額我們是2200萬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我們在去年的10月24號 其實就已經決標了 決標以後它的底盤是從歐洲運來台灣 但是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因為紅海的一個事件 所以說整個船運大受影響 目前在4月底它也去運到我們台灣已經到港 那目前正在進行相關的一個底盤的查驗的一個作業 那車體的打造 目前規劃是大概預定要有三個月的時間 那預計在車體打造完以後 我們還有相關的一些審驗的工作 那車體打造的部分有一些細節必須要注意 我們也會去詳細的去要求 包括它的骨架打造板金噴漆防鏽 那內部的雙簧是我們的重點 那還有車身隔熱等等 那我想我們會繼續秉持我們努力的一個態度 會把雙城觀八能夠做得更好 那我們楊寶真楊政策推廣大使 其實會積極 都一直很積極的在推廣我們基隆市相關的一些作為 那最近的他參與從5月15號來正式 來擔任這個工作以後 他有參與了我們這一個好運求三的一個記者會 那也幫我們做得很好的一個政策行銷 那這個禮拜六日在市政府辦理的 這一個礙語搖滾還有輕創市集的這個部分 他也會來幫我們做相關的一個推廣 跟一個行銷的一個部分 負責行銷和推動機動室觀光的觀銷處即將被採撤 並入市政府文化局成為文化觀光局 許多原有或是新的觀光業務 能不能夠推動的下去或是滾動式調整轉型成功 背負民意期待的市議員很關心壓力也很大 有一整年的時間觀銷處活在這一種 不知道明天該怎麼辦的狀態之下 哪一個局處哪一個單位 會有足夠的士氣繼續面對下一天 繼續面對更多的工作 你連明天在哪裡都不知道 這個處是要怎麼樣繼續的經營下去 就像張志豪議員所說的 你們都沒有明天了 我們現在下午4點40分 我們還有情有義的站在你們對面 未來我不知道你們會去哪裡 但是希望你們記著我們在座 這些議員們都是相挺你們的 包括後面的議長還有秘書長 郭處長 末代處長 其實還有我們科長們都很辛苦 在這段時間也是兢兢業業 課盡職責 剛剛議員質詢的很多問題 我想很多是市長的政策 市長授權多少 市府支援官銷處能整合多少 也不是在座的處長跟科長可以決定 那他們也承擔了這麼多的質詢 也算蠻辛苦 那最後我想請處長也發表一下感言 因為他也可能最後一次備詢 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即將走入歷史 議長同志偉特地保留時間 讓身為末代市政府 官銷處處長的郭憲平發表感言 首先還是要感謝議長 跟我們在座各位議座的一個支持 我想我現在的心情是非常喜悅的 我是非常喜悅的心情 那官銷處跟文化局 其實就像是一對愛情長跑的戀人 那我們一起努力了這麼長久的一個時間 那也對我們市政做出 我自認為文化跟觀光都有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然後現在終於要結婚了 那我希望在議長跟我們各位議座的繼續的支持 跟指證之下 文化跟觀光可以很快的誕生一位非常好的寶寶 那可以多指多聲為基隆做更多的一個建設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3號漢議員 3號漢議員